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小炒特别开胃 夏天天气太热了 胃口不开 这个菜特别下饭 来看一下怎样做的 首先准备一些虾仁 放入调味料 盐 胡椒粉 将所有的材料抓均匀 抓均匀后放在一边 腌制10分钟 这样令到虾仁更加的入味 现在准备3条丝瓜 将丝瓜清洗干净 削去皮 将削去皮的丝瓜头尾切去 再将丝瓜切成块 我们选购丝瓜的时候要买软生的 这样的丝瓜才弄 将切好的丝瓜放在碟子里备用 准备一些冬菇 将冬菇放在水里清洗 然后再将冬菇的头剪掉 如果有白冬菇 如果有白冬菇最好 白色的冬菇和丝瓜煮出来 颜色更加的透明 现在这个冬菇煮出来有一点黑色 但是我们这里很少有白冬菇卖 现在将洗干净的冬菇放在枕板上 将冬菇切成两份 现在将切好的冬菇放在碟子里备用 准备几个蒜头 将蒜头压扁 再将蒜头切碎 切的时候尽量切的碎一点 这样炒出来的蒜蓉更加香 将葱白切成粒 将切好的葱白和蒜蓉 放在碟子里备用 再准备两个辣椒 将辣椒开边 将里面的纸去掉 再将辣椒切成粒 将切好的辣椒放在碟子里备用 再准备一些葱 将葱切成葱花 将切好的葱花放在碗里备用 材料准备后就开炉了 锅热的时候 将冬菇放入锅里 不要翻动冬菇 这样煎它一分钟 然后再反过另一面 再煎一分钟 煎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炒 它一炒它那个水就出来 冬菇就不香了 这样煎一分钟后 你会闻到冬菇的野香味 一分钟后你闻到冬菇的香味后 现在你就可以将它翻炒 现在倒入一点油 然后将葱白 辣椒 蒜蓉 倒进来 将蒜蓉翻炒 10秒钟 炒出蒜蓉的香味 然后再将所有的材料一起翻炒 这一个时候你就闻到冬菇和蒜蓉的香味 太浓了 特别的香 现在再将刚才腌制好的虾仁 倒入来 再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这样炒半月炒2分钟 这样用大火炒冬菇和虾仁 都很香 两分钟后 你看到冬菇有一点缩小 虾仁两边都香了 这个时候你就将刚才备好的丝瓜 倒进去 再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将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后 然后就开始调调调味料 就开始调调味料 盐 糖 蚝油 现在再将调味料和材料一起翻炒均匀 炒均匀后 放入半碗水 放入半碗水 然后再将所有的材料炒1分钟 放入半碗水 你看到丝瓜开始 软生的时候 丝瓜就熟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炉了 丝瓜熟了 就立刻用碟子装起来 不要放在锅里 不要放在锅里 因为丝瓜煮的时间长 它就不好看 变颜色 丝瓜会变得很小 口感就不好吃 现在这个菜太咸了 用碟子装起来 看到这里 你喜欢这个食谱吗 如果喜欢的话 给我一个点赞哦 有时间给我一个评论 我会很快的回复你 每天我都会更新一个食谱 现在将辣椒和葱撒上去 这样看上去更加有食欲 每天我都会更新一道美食 如果你想看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按一下订阅 然后再按一下小叮当 哇 这个菜太香了 我要开饭啦 我们下一节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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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